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那么第一个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是指金融工具合同约定的是合同上面约定的 反映相关金融资产经济特征的现金流量属性 那具体它的确定原则是 如果一项金融资产在特定日期 产生的合同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则该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那这里扯了半天说了个什么呀 也就是说当我们考虑到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把它想成是是否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那我如果想要给它通过这个测试 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是基于合同 我们可以看出来 咱们是要干什么 要以收取本金以及利息为目的 所以在这里既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一方面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个债权投资 那么到期得把本金拿回来吧 那另一方面针对于我们没有得到偿还的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每一期可以得到一个利息 这是本金加利息 如果同时达到了这两条 我们就说它通过了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好这样咱们同学们可以如此去理解 比这个晦涩的文字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而这里既然说到了本金以及利息的问题 那它有可能是股权类的投资吗 不会 得是什么 债权类的投资 所以此处特地强调仅债权类投资 它需要去考虑到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问题 那你是股权类 那么它就不存在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部分了 好 看一下 小心点 符合合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要怎么样 要考虑本金加利息 如果符合本金加利息 那么就说它通过现金流量测试 好 第三条 如果金融资产合同当中包括与基本借贷安排无关的合同现金流量风险敞口 或者是波动性敞口 比如说咱们的权益价格或者是商品价格变动敞口的条款 则此类合同不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知道这一句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刚才在前面给大家讲了咱们金融资产要给它去进行分类 我们是不是得考虑两个 一个是它的业务模式 也就是咱们在墙头说到的 它是要持有还是持有加出售还是仅出售 对吧 那另外一个就是否通过咱们的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也就是说是不是本金加利息 根据这两个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两个分类标准 双管齐下把金融资产具体分为以下这些类别 第一个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那我们用一个字来表示就是贪 对吧 好 那么它是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 首先它的业务模式是什么 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的 也就是说咱们持有它的时候不是为了把它卖出去 对吧 我们是为了到期拿回本金 然后呢 中间该拿利息拿利息 所以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第二个 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 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也就是本金加利息 所以你知道它通过了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对吧 符合这两个业务模式是收取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那这就是以攀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比如说银行向企业客户发放的固定利率的贷款 还有普通债则 这些也可能是以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它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第一个我们直接快速看啊 它的业务模式是收取加出售 那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持有的时候我们既可以边持有边拿利息到期收本金 对吧 也可以说中间价值合适的时候我们给它卖了 所以它是收取加出售 另外它有没有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呢 也通过了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那这个时候一般指的就是什么债权类投资 因为我们强调过能够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的都是什么债权类投资 那么我们在金融工具它的考核的时候 咱主要是用到其他债权投资这个科目 那除此之外 是不是咱还有股权类的投资啊 也就是公宗股股权类的投资 这属于一种特殊情况 看一下 在初始确认时 企业可以将注意啊 非交易性 注意是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注意这是指定的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并按规定确定股力收入 那这里头强调的是什么 是相应的通过指定 那指定的是什么 指定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对吧 我们把非交易性的这些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咱们的公宗股 也就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股权类的投资 那一旦指定 这个指定做出之后是不得撤销的 再来我们通过什么科目来核算呢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注意这个科目怎么写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有一些同学写到其他权益工具就结束了 别忘了后头还俩字啊 还有投资两个字 所以注意一下 一旦涉及到公宗 那公宗是不是有股 有债 也就是说有股权类投资 有债权类投资 如果题目当中没有单独说明 我们一般默认的是公宗债 也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但如果他告诉你是单独指定的了 那么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了 单独指定了 那么指定完之后 这是什么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注意一下 好再来 第三类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记录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这个时候 他可以是股权类的投资 也可以是债权类投资 所以他可以是公损债 或者是公损股 而我们什么情况下 会把金融资产划分为这一类呢 你看清楚了 只要不属于前头的第一类 不属于前头的第二类 那么都打包一下 记在第三类 所以这里说 企业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之外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既不是一 也不是二 对吧 应当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记录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这是公损 那具体可以是债权类投资 也可以是股权类投资 那我要是再具体说一下 他的业务模式 既不是为了持有 也不是为了持有加出售 那是什么 那就剩下一个出售了 对吧 并且未通过现金流量测试 也就是说 不是本金加利息的这种情况 那此时我们要给他寄到哪 此时我们记录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好 比如说咱们的股票啊 基金啊 可转换债券 都是这一类的 另外到这里 我们虽然给大家简单说了一下 我们金融资产 它的分类的这三大类 但刚才其实当中提到了一个词 那这个词强调的是交易性 对吧 我们刚才说 企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咱们的公宗股 也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这个交易性 我们怎么样去进行界定呢 在这里给大家略微扩充一下 大家大体扩充一下就可以了啊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注意不用同时满足 满足一个就可以 表明企业持有该金融资产 或承担该金融负债的目的是交易性的 满足一个就是交易性的 第一个 取得相关金融资产 或承担相关金融负债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近期出售或者是回购 也就是说我买来 就是等着往外卖的 对吧 近期买卖 那这就是符合交易性 第二个 相关金融资产或者是金融负债 在初始确认时 属于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同时有好多只股票 包括债权类的投资 我们给它打包到一起 那这是一个可辨认的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 且有客观证据表明 近期实际存在短期获利模式 也就是短期之内赚钱 对吧 短期获利模式 这也属于交易性 第三个 相关金融资产或者是金融负债 属于衍生工具 注意衍生工具 但符合财务担保合同定义的衍生工具 以及被指定为有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除外 也就是说一般看到衍生工具 我们默认的它是具有交易性的 除非是这两个特殊的 所以这俩特殊的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咱们未作为套期工具的利率互换 或者是外汇期权 简单了解 我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展开 那么在这儿 您需要掌握的是什么 我们一旦要去判断 这个金融资产或者是金融负债 是否具有交易性 我们就去看是不是要进期内买卖呀 或者说短期获利呀 又或者是衍生工具 在这三条当中满足一个 我们就认为它是具有交易性的 掌握到这儿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再注意一下 属于上述一到三的情形 也就这里一二三情形 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记录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为啥 因为只要符合三条当中的一个 就是具有交易性的 那它如果是金融资产 我们就可以把它列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记录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好 只有不符合上述条件的 那不符合上述条件 是三条一条都不符合 那它就是非交易性的 对吧 所以这里说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才可以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单独指定的 公 综 股 也就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股权类的投资 寄到哪 寄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个相应的科目当中 也就是刚才在这里 给大家强调的 好到这 因为咱们金融工具啊 它在改革之后 是不是对于这种文字表述 理论性质的内容增加了很多 那希望咱们同学们 至少可以把我所介绍的 这些基础性的内容 给它打捞 让您在心里头 对于这些理论知识的内容 有个数 那么到这里 打捞完这些知识之后 我们再把咱在前头 辛辛苦苦讲这一大堆 理论内容 它最核心的部分 给大家再来捏出来看一下 那我们在前头 是不是讲了 它的业务模式 对吧 又讲了 它的这个合同现金流量的特征 那么说了半天 不就是 还是希望能够弄清楚 咱们金融资产 是怎么分类的 分成哪几类吗 所以在这里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那咱最终分出来的 第一个是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咱的贪 注意它一定是债权类的投资 一定是债权类的投资 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 首先 它的业务模式是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也就是说仅收取 再来它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也就是本金加利息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对于这种情况下 咱们基本上用的是债权投资 再来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这就是公 宗 但你知道 咱们有公宗股 有公宗债 我们说了 如果没有单独说明 没有说它单独指定的情况下 我们指的是公宗债 对吧 那么公宗债 它首先业务模式是收取加出售 而且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那么我们用的是 其他债权投资这个科目 再来 还有特殊情形 那特殊情形强调的是 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它是单独指定的 且这个指定是不可逆的 对吧 一旦是单独指定的 我们用的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来进行核算 接下来 最后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我们说它是一个兜底的吧 只要不是一 只要不是二 那剩下来的都在三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具体说起来 首先它的业务模式是出售 而且没有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咱们用到的科目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论是股权类投资 还是债权类投资 都用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所以您看 前头铺垫了那么多 如果您能够准确的把这个类型给它区分清楚 那咱们前头所有的功夫就都没有白费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考点二 金融工具计量基础 那么首先看第一个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计量 在这一块里头 我并不打算给大家把所有类型的计量的账户处理 都给大家说一遍 我们先讲一些通用的内容 完了之后 我们截取一些相对比较基础 大家在现阶段可以打牢这个基础 并且对于其他章节有用的知识来进行说明就可以了 好 首先又是再复习一遍 金融资产的三个分类 对吧 第一个是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贪 还有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有债权类投资 有股权类投资 还有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来看第一个 企业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比如说我们取得一笔股权投资 那么它的初始取得时的公允价值是1000万 那这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相关的交易费用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比如说我们取得这一笔股权投资 那对应的我们支付了2万的交易费用 那这2万的交易费用 要不要给它寄到咱们这一笔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金额当中呢 注意了 如果说我们现在给它确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也就是咱们前都说到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一或者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也就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如果确认为这个 那么相应的刚才说到的交易费用 这2万块钱应该给它单列 寄到当期损益当中 咱们说寄到损益里 就是寄到损益科目里头 对吧 具体是哪呢 寄到投资收益当中 一会儿讲到后面账务处理的时候 我还会给大家强调 投资收益是损益类的科目 它的特点是少了寄借方 多了的话寄贷方 现在您往外支付交易费用 是不是咱投资收益就少了呀 所以它是寄在投资收益的借方 这里您先听一下 一会儿我会再强调 再来 只要不是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交易性金融负债 只要不是他俩 那剩下来的不论您是给他确认为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或者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等 那么全部都应该把交易费用 确认到它的初始确认金额当中 注意一下 所以看好了啊 比如说刚才在说 咱取得的那一个股权投资 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么它的相应的初始的确认金额 就应该是一千万 交易性金融资产 杠成本一千万 为啥 因为另外两万的交易费用单列 寄在投资收益的借方两万 而如果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给他指定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给他初始确认的金额 记得是一千零二万 因为只要不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交易性金融负债 那么相应的交易费用 就应该确认在咱们的初始确认金额当中 对吧 反复强调这个内容 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通用的思路 好 那刚才说了半天交易费用 它指的是 可直接归属于购买 发行或者是处置金融工具的增量费用 那这里又提到一个增量费用 什么是增量费用呢 我们在前面讲收入的时候 讲到合同取得成本 是不是提到过一个增量费用 那增量费用 是你这个事确实发生了才会花的钱 那如果没发生就不会花的钱 对吧 那到这里增量费用 是指 企业没有发生购买 发行 或者是处置相关金融工具的情形 就不会发生的费用 包括支付给代理机构 咨询机构 券商 证券交易所 政府有关部门等的手续费 佣金 相关税费 以及其他必要的支出 注意啊 这些都得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 要取得这个债权类投资 或者是股权类投资 那我们就要花的钱 这是增量费用 但如果说是我们不论有没有取得搭 都会涉及到的一些费用 那不算 比如说不包括债券 溢价 折价 融资费用 内部管理成本和持有成本等 与交易不直接相关的费用 此处作为一个扩展的知识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第二个 在初始确认的时候 企业取得金融资产 所支付的价款当中 包含的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或者是已到夫妻期尚未领取的利息 应当单独确认 比如说我们取得这个股权类的投资 一共支付了1050万 然后告诉你 其中包含50万 以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那这50万 它是不是包含在我们支付的1050万当中 那我们再去确认的时候 我们去确认咱们这个金融资产 它的相应的初始入账的成本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把这50万给它记上 那我应该确认的是1000万 作为它的初始入账成本 而这50万我单独列 如果它是股权类投资 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我单列应收股利 如果说它是债券类投资 那这是已到夫妻期尚未领取的利息 那我要单列列应收利息 注意一下 不能够给它记在初始确认的金额当中 这一部分 一会我还会再单独给大家强调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说两个比较基础的账务处理的内容 一个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 另外一个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账务处理 那这里头我们先来看一下交易性金融资产 要具体去说它的账务处理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两个科目 或者说是账户 一个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另外一个是投资收益 我写的又有一点偏右了 对吧 好 那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您要知道 这两个都是咱们的损益类的科目 那注意他们是损益类的科目 那他们期末有余额吗 没有 是吧 因为要转到本年利润当中 这一块先要想到 那再来 他们在借方和贷方表示什么呢 注意啊 大家都这么记 他们俩的特点都是少了 记借方 多了的话 记贷方 就这么记 少了借 多了贷 那么我们再去核算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时候 什么时候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什么时候用投资收益 您这么想 如果是虚拟的 我们就给他记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如果是现实的 我就记到投资收益当中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们呀 取得了一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我们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然后呢 我们作为会计 咱们在资产负债表制 我们就得去看一看大盘 哟 我持有的 比如说我这股票 现在是涨了多少 或者是赔了多少 对吧 然后我们赶紧做个账务处理 那此时是真的把这一笔股票 这一笔股票卖出去了吗 没有 它只是我们会计在账本上自己做账务处理 对吧 并没有真的卖出去 那这就是一个虚拟的 那我们赚了 我就记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代方 为啥 因为一旦赚钱是不是多了 多了再代方 一旦赔了 一看我们赔了 赔了记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借方 因为少了借 好 但如果我们确确实实 真真正正的把持有的这个股票 给它卖出去了 那此时我们会 我们是不是就是就真正的赚了 或者是赔了 对吧 那此时是真正的赚了 或者是赔了 是现实当中的 我们就要记到投资收益当中 赚了 再贷方 因为多了贷 如果赔了就是借方 因为少了借 但除了我们真真正正的 把股票卖出去 或者说交易性金融资产卖出去 会涉及到记录投资收益之外 还有其他的要记到投资收益 比如说 刚才我们在前头说到的 如果我们现在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咱在初始取得时 支付的交易费用 这是不是咱真金白银的掏钱交出去 那这影响的是现实当中的收益 我得记入投资收益 那此时您是往外花钱 那投资收益减少 所以在前头说 交易费用 注意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他的交易费用 记在投资收益的借方 因为表示少了 借 对吧 好那再来 如果我们在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过程当中 被投资单位 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或者是他的利息到期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又赚一笔钱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还是会记到投资收益当中 那此时是不是我们的收益多了呀 多了记载 待放 好到这儿 简单的弄明白 什么情况下 即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是咱们自己在账本上给他看看多了少了 是虚拟的时候既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那涉及到现实当中的损益 比如说真的给他卖出去了 或者是交交易费用 或者是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或者是到期了要给利息 记得是投资收益 好 这个思路有了之后 我们再往下具体来看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 那说白了就刚才说到的第三类咱们的金融资产 对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它可能是股权类投资 也可能是债权类投资 所以供损债供损股都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当然我们在前头说到咱们相应的交易性的时候 是不是咱们说除了特殊情况 衍生金融工具它也是具有交易性的 所以也用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进行核算 好我们来看初始计量 那初始计量的时候 您得注意两个点 第一个点咱们说了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负债 您在初始取得它的时候 单独支付的交易费用 是不是应该给它单列 会导致投资收益减少 所以投资收益少了借 在借方 比如说我们支付了2万的交易费用 那么我就寄投资收益在借方减少2万 那再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取得的是一笔股权投资 那么我们花了多少钱呢 1,050万 那告诉你 我们在取得这一笔股权投资的时候 其中就包含了以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50万 那我们说这50万你不能够给它寄到初始确认的成本当中 我应该单列 现在是股权类投资 所以是应收股利 我把这50万单列 那剩下来还有多少 还有一千万 记载交易性金融资产杠成本当中 注意一下 咱们在做金融工具的账务处理的时候 明细科目 您都应该准确的掌握 能够自己给它写出来 好 那代方是我们支付的所有的钱 那此处呢 我也给大家稍微唠叨一下啊 我们也许您在前面 您学过一些相当的内容 比如说您在初级呀 甚至是从业的时候 曾经学过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关的内容 那那个时候 您可能看到代方 它减少的是其他货币资金 但是我们到了中级和住块之后 咱们默认的都直接减少的是银行存款 您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代方银行存款减少的 就应该是借方的加合 一共是1052万 对吧 这是初始计量的时候 一个是交易费用单列 另外一个是以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或者是已到负息期尚未领取的利息单列 这个点需要大家注意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那所谓后续计量就是我们每一道资产负债表日 看看大盘 现在咱这股票是涨了还是跌了 我们看看它公允价值的变动呗 对吧 注意后续计量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一个就近原则 就近原则 那怎么用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举例啊 你比如说 刚才我们初始确认的时候 那交易性金融资产杠上成本 当时确认的是1000万 对吧 那结果到了资产负债表日 到第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呢 看一看大盘 一看 现在咱们持有的这个股票 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公允价值涨到了1100万 那初始确认的时候 成本是1000万 现在涨到了1100万 那我知道它现在是涨了吧 涨了多少 涨了100万 所以它的公允价值变动了100万 现在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公允价值变动 进入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里 因为此时你不是真的卖了 对吧 咱在账本上确认一下 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且是涨了 涨了就是多了 少了借多了 所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在贷方增加100万 因为它只涨了100万 那由于公允价值的变动 使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值 从原来的1000万 也要涨到1100万 所以公允价值变动 导致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要增加100万 交易性金融资产是资产类 增加在解方 好 接下来 到了第二个资产负债表日 到第二个资产负债表日的时候 我们一看 咱们持有的这一笔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现在的公允价值变成了1050万 那我就想问问 你说我现在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公允价值是涨了还是跌了 那有听说涨了 因为一开始初始取得的咱们确认的成本是1000万 那现在涨到了1050 涨了50万 那有听说跌了 为啥 因为之前已经确认为1100万了 现在变成1050万 所以跌了50万 那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呢 我刚才是不是说 您要考虑就近原则 我这是一个连续的举例 您要考虑就近原则 也就是说 我应该跟它就近的这个数去比 那1050万跟1100万比 是不是跌了50万呀 我们为什么要就近去比 因为在上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您已经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调成了1100万 你看最早是1000万 后来公允价值变动 是不是使它又增了100 账面价值已经调成了1100万 所以我们应该就近去比 好这个时候 你发现 我就近比跌了50万吧 那此时我是真的卖出去吗 也不是 还是账本上算一算 对吧 所以是虚拟的 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且此时是跌了50万 跌了50万 所以是少了借 借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万 那由于公允价值的变动 是不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它的价值又要往下减50万 所以资产在代方减少50万 注意明细科目要会用 好 一定要注意 就近原则 而再来 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说 它不具体兼职 它是单纯以公允价值去进行计量 那么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 它不提兼职 好 接下来 如果说我们在持有期间 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鼓励 注意啊 宣告 如果对方宣告发放现金鼓励 那么此时 我们就应该借应收鼓励 我们要确认一个 因为这鼓励还没收回来 应该收还没收 是资产 在借方 代方决认投资收益 那如果咱们现在持有的是债权类的投资 那么我们就看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咱买的是债券 我们到了复息期 我们就要去看 票面金额乘以票面利率 然后算出来应收利息 但这个时候得稍微注意一下 你比如说 它有可能是按年复息 那我就直接用票面金额乘以年利率 那如果说 它是每半年复一次息 但它给你的是年利率 那我是不是成完了还得除以二啊 因为是半年的利息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此时确认的就是应收利息 代方仍然是投资收益 等到我们切切实实的收到这个现金鼓励或者是利息 当然收到的也有可能是一开始我们初始取得的时候 里头包含的已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鼓励或者是已到复息期尚未领取的利息 账务处理都是这一步 咱们借方钱增加 代方应收鼓励或者是应收利息减少 因为这笔钱已经收回来了 好 再来看一下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的时候 那处置的时候 我们看好了 既然现在咱们给它处置掉了 那么我们就要在代方把它的账面价值消掉 那这账面价值里头 首先交易性金融资产杠上成本 它肯定是在代方给它消掉 因为原来最早确认的时候在借方 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最早确认的是一千万 而公允价值变动可能在借方 可能在代方 您要看它之前的余额在哪 你看我这一道题 这一道题一开始我确认了一个公允价值变动在借方一百万 对吧 接下来呢 又确认了一个公允价值变动在代方五十万 所以一共我把它上下连起来 是不是我最终公允价值变动在借方有五十啊 五十万 对吧 那我现在要给它消掉的时候就从代方消 所以我刚才举的例子 那么它应该从代方消掉这五十万 那如果它的余额在代方就要从借方消 所以这一块注意一下 好 那再来看看我们到底处置它取得了多少钱 当然取得的钱里头应该是扣掉手续费的 我们假设现在不考虑手续费 假如说我们把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出去 一共取得了一千两百万 那么我们现在不考虑手续费 那我们消掉了它的账面价值是一千零五十万 那你发现代方我还要再补一百五十万 因为现在是真的给它卖出去了 那影响的是现实的收益 所以用的是投资收益 那投资收益具体在借借贷 您就用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我给它补空就行了 贷方少我写贷贷 贷方 如果借方少我就写贷借方 只不过咱们在前头说 投资收益少了借多了贷 因此如果它在贷方表示的是咱赚了一百五十万 如果它在借方表示的是赔了一百五十万 对吧 注意一下这个点就可以了 另外根据咱们最新的准则 我们现在不能够再把钱头记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当中的金额转到投资收益里 没有那一步啊 注意一下 现在没有那一步 这一步要给它想清楚 好 另外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还要考虑增值税的话 我们还需要去考虑增值税的那一步 那你比如说我们赚了 那我们赚了的话 我们赚钱了 我们是不是得交税 那如果您要交税的话 咱们就会借投资收益在借方减少 为啥 因为你投资收益当中有一部分钱要拿去交税 所以它在借方减少 代方是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对吧 注意一下这一部分内容就可以了 好 这是到这儿 关于咱们交易性金融资产账务处理的一个说明 再来 我们马上紧接着看一下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的账务处理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紧接着来讲它呢 因为它跟前面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在思路上有一些有联系的地方 当然也有有区别的地方 需要大家区分一下 好 我们说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咱们呢 也会涉及到一些科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寄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股权类的投资 它是单独指定的 对吧 那么既然它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在哪 既在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咱们就得来看看其他综合收益这个账户 那这个账户是对于它的公允价值变动的时候 也就是说刚才交易性金融资产 如果咱们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我们到了资产负债表日 看看它公允价值是涨了还是跌了呀 涨了或者是跌了的这一部分 寄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里 而现在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咱在资产负债表日去看看 它是涨了是跌了 涨多少跌多少 寄在哪 寄在其他综合收益 那这个科目的借贷哪边表示增哪边表示减 别忘了 其他综合收益 它是属于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 那所有者权益类科目是借减代加 对吧 所以如果公允价值上升了 那针对于上升的那一部分 寄在贷方 那如果跌了 跌了的话 针对于减少的那一部分 寄在借方 注意一下这个点 那再来 咱们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特殊的地方在于 如果我们将它处置 也就是说咱把它给卖出去 那么它最终赚了或者是赔了的钱 寄在哪呢 它寄在留存收益当中 马上反应 留存收益也是所有者权益里头的吧 那我们在前头讲所有者权益 那个专题的时候 强调的留存收益里头包括谁来着 包括盈余 攻击 还有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那其实就是未分配利润 我们要对应到科目 就是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所以你要知道 一旦我们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给他卖出去 也就是处置的时候 那么他所赚了或者是赔了的钱 要寄在留存收益里 那如果题目当中没有单独说 我们的盈余攻击就按照10%的部分去寄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题目里头没有单独说 咱就默认光提一个法性盈余攻击 那如果题目当中告诉你 比如说按照15% 20%去提盈余攻击 那您就按照题目的要求来 如果没说 就默认10% 那剩下来的90% 又或者根据题目的要求 对吧 如果盈余攻击是15% 那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就85% 这样去进行分配 再来别忘了 要将之前公允价值变动 然后导致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当中的部分 也要转到留存收益里 这是在处置的时候 所以也是按照这个比例去进行相应的截转就可以了 好 这是基本的一个小思路